嗨 大家好 我是姐夫 这部影片是姐夫餐饮科教学记录的下集 影片的开头是希腊式探考鸡胸的制作过程 影片的长度大约三分半钟 然后是小朋友的现场操作过程 这次姐夫没有罗里巴说 影片中记录着小朋友认真做菜的过程 姐夫觉得很骄傲 也很开心 影片也有一点点长 但是很有趣 接下来就跟着姐夫一起 看看这些可爱的小朋友认真做菜的模样咯 我现在就把我要的先把它挑起来 待会我可以做装饰的 这些我待会要把它炒 这边要把它切丝 拌大部分 番茄我要切丝 然后不要那个 它这边的时候 一樣 好 盡量要開始要練習這樣子 來飯頭 切碎 檸檬汁要擠一隻錢啊 我們可以把它壓一壓滾一滾 它待會兒會比較好擠 好 我們雞肉這邊齁 可能要稍微做一個醃漬齁 拿鹽巴 胡椒 一點橄欖油 好 一點蒜頭 稍微抓一下 好的鋼籠 二粒鋼 還有檸檬汁 有沒有 很好吃 好 現在先炒洋蔥 最主要是因為它有一點時間 而且它不能用太大的 然後我們羊醋下去齁 好 我講到45度了齁 有喔 有喔 出貌 好 45度 來看一下齁 這樣有嗎 有漂亮嗎 接下來 我就要把它關小火 甚至於我可以把它蓋起來 光出它 不要不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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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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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